这个母牛产后不打烂怎么办?咱们养繁殖母牛的,达不到一年一个毒的,一定要注意听了,今天给大家分三点,让这个母牛产后快速打烂,一年能下一个毒,大家一定要新收藏,然后再接着往下看,以免以后享用的时候你找不到这个视频了。 第一点就是这个母牛产后,给它打产后,抗和红霉素,我们可以打三天,就用这个可以很好的去消炎,还不用担心回奶的问题。 第二点呢,我们可以在这个母牛产后给它喂一亩草,红糖加上敷皮,再放少量的食盐,给它去喂四味三天左右,也可以快速的让母牛子宫恢复和消炎。 那第三点呢,如果说咱们母牛产后40天到90天,还是不发情不打烂的,我们可以给它用人用的一亩草一两,加上这个南瓜子一两,再加上红花半两,给它熬水喝,连喝三天,一天一次,这个可以快速的促进母牛产后打烂。 有的老铁说啊,太麻烦了,效果来的还慢啊,那我们就直接用下方小黄车里的情意,春中药提取的不含任何激素,不伤牛啊,促发情促排卵,母牛四味两袋即可,上午一袋掺上半斤红糖,下午一袋掺上半斤红糖,四味一天即可,三天内就能打烂,躺青就能装牛,收益率极高,真正的帮助养殖户实现,一年一个毒啊。